Cabrino國家紀念碑在聖地牙哥的洛馬點半島最前端 他是紀念第一位到達聖地牙哥的歐洲探險家Cabrino 他的白色雕像就立在半島上的懸崖上 他是1520年抵達美洲 在聖地牙哥登陸曾經一度認定他是葡萄牙人 後來在研究歷史文獻中找到證據Cabrino是西班牙人 這座樹像是2003年西班牙海軍送給聖地牙哥的禮物 洛馬點半島突出在海洋中是懸崖峭壁之上視野非常開闊 稀可瞭望太平洋 東者看到整個聖地牙哥的內灣一直是重要軍事基地 早在1855年就設了第一座燈塔 它是西部最高的燈塔 海拔超過400英尺 以至於在有霧的天氣和低雲時很難以看到 後來1891年又在第一海拔處建造了另一座新燈塔 這座老燈塔在成立國家公園之後經過規劃建成了燈塔博物館 在懸崖峭壁之上有弧形金魚骨 還有一個黑色金魚樹雕 這裡是觀金魚的點 山下的海洋是金魚的高速公路 每年9月灰金會從北極下來經過加州海域 所以12月中行到3月中是最好的觀金時間 公園在此地貼心地建了兩個美觀的遮陽棚 在經公園前白色墓碑整齊排列在兩座公路旁 這是美國的軍人公墓 大部分是海軍軍人 綠草白碑延續在半島兩旁 卡布利諾節是聖地牙哥一個重要節日 最遠可追溯到1892年